来 我们来看一下简历 王熙贝 女27岁深圳人 福德汉姆大学金融学专业设施 上一份工作在汇丰银行 担任的是高级审计师 但是本人看上去 一点都不像 非常理性的金融人士 像个小女生 来 对这份简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她这个字写的好像 因为我不知道她的这个中学 之前在哪读 但是因为之前有一个 在深圳商报的工作经历 我就想她可能之前是在国内 那如果这个字写的 这次我觉得比小学生的还烂 对 她的爱好里头有一项是书法 但是你们刚才都在吐槽她的字 独老师说她是一个粉粉嫩嫩的 然后她的第一个爱好又是冲浪 所以她是不是一个很 是不是这个字写的特别好 咱看不出来 我觉得她应该是不喜欢 她的学的专业 因为她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 工作时不觉得在工作 有可能她不喜欢那种 死板型的工作方式 有一点一针见血 但是我有喜欢的方面 也有不喜欢的方面 我觉得她也说到了 另外一种点上 她在国外混得其实还不错 汇丰的工资很高的 好歹是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之一 而且是高级审计师 七千美金一个月 而且她已经获得了工作签证 我觉得她遇到什么事 男要选择回国呢 我猜 是受到了男人的伤害 还可以是 还可以是诱惑呢 对这位选手非常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熊主集团 就是特别需要这种 就是像一个迷一样的女人 对对对特别期待 对 掌声有请王西贝 大家好 我是王西贝来自深圳 我有八年的海外留学跟工作经验 其中三年在纽约的一家 快国银行工作 加入快国银行之前呢 我短暂地在深圳商报担任过 实习记者发表过多篇的新闻稿 然后在这个舞台呢 我想寻求一份企业内部咨询 战略投资跟海外拓展的机会 然后因为我刚刚回来 我也非常想听一下 就是在场的专家 跟各位企业家的那个意见 谢谢大家 你好 先回答三个问题 刚才三个矛盾的问题 第一 看你文文静静 而且好像也不是特别喜欢运动的那种肤色 为什么喜欢冲浪 还是善于此道 我不善于 我只是喜欢 我冲浪的第一分钟 我就知道我喜欢这项运动 而且我知道我会长期地参与这个运动 就是喜欢但不擅长 不擅长 第二个问题 字写那么丑也好意思说自己喜欢书法 你也没看人家艾琳的书法 没有就是 你那字写的是真丑 你说的是真的对 就是我 然后我知道了 喜欢书法但不擅长 跟冲浪是一样的 第三个问题 在国外其实发展得不错 对 学历也高 对吧 工作也不错 对 为什么毅然放弃发展回国 是因为受到了感情的伤害吗 还是受到了男人的诱惑 你也怎么说的 然后说起来 我有八年时间都没有在国内过过春节了 因为每次上课工作的时间都会冲突 所以说我其实跟 想家了 对 想家了 因为工作中接触了朋友 包括同事 然后呢 之间也看过了很多事情 也发现了家庭的重要性 然后呢 而且呢 我也很喜欢国内 然后 你早干嘛去了 这不就不尝试一下 不知道了 聊聊你在那个 汇丰银行的工作的内容 和你晋升的过程 进去的时候是什么职位 我是2015年进去的 就是在 实际上在我毕业之前 我就在汇丰实习了 然后实习之后呢 因为表现优异 然后就直接转正 然后转正之后呢 因为干得还不错 然后老板也很认同 所以在两年之内 就升到了那个高级省计师 然后也是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之下 很不容易 是的 你写的那个 工作时不觉得在工作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希望 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以至于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不觉得 我是在工作 从刚才的交流来看 我觉得西贝是一个 特别诚恳的一个姑娘 从就是人品性格上 我觉得我对她很有好感 我比较担心她的 就是确实是回国的这个落差 996的这种节奏 你是不是能适应 我觉得我适应能力是很快的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我在美国 刚开始找工作的那段时间 其实基本上 也是一个996的节奏 只是然后 而且我要适应一个 更不同的环境 我要说的语言是英语 所以我觉得 我是从那个过程走过来的 只是后面 我适应能力很快 我能更高效地把 可能就是40个小时工作 花20个小时就做完 那么我觉得我回来之后 我的这个能力还在 你走之前在汇丰银行 拿的这个薪水 一年是多少钱 一年将近9万美元 60多万 那你到这儿来 想要求多少钱薪资呢 我内心的数字是3万 那倒是不高 这个 其实你知道回国之后 再找一份工作 在薪水上就会失去一些 是的 你是已经做好了 这种准备的是吧 是的 你觉得值得吗 我觉得挺值得的 就是我其实回来 不是一个多么突然的决定 是我仔细地想了 将近七八个月的时间 有一项企业没有 我通过看节目 我了解58感集的段总 还有虫酒 熊酒 熊酒 不好意思 除了这个 你所指的这个战略投资 和内部咨询 都是跟金融相关 也跟公司的内部运作 跟风险管理相关 行 三万的底薪 也有地域的限制吗 哪去哪不去 我最希望的在上海 也会考虑北京跟深圳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后 事物战灯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为采 你看你以前在一个大型企业 是吧 对 500强 那你在这些中型企业干 显然在氛围上 促事方法 以及与你的上司交流的方式 都会有极大的不同 那是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不试一试 我怎么知道 好 来来来 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看他还听得懂我们说话吗 当领导 突然打电话给你 你有没有空 你怎么回答 这有点意思啊 我觉得我想都不会 想都会说 是我有空 你讲什么事 这个在我工作中间 经常出现 就是我 其实我平时 做事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 根本就不算是个问题 比如说 他用一种很不好的语气 你有没有空啊 我应该 我有空啊 你会怎么回答 我还是会说我有空 然后我会问他具体什么事情 如果真的是工作上的事情的话 他说我睡不着觉 脑海里尽是工作上的 这个琐碎的事情 想找你倾诉一些 我告诉你个方法 输羊 对 我会跟他说你有什么烦恼 然后我 羊我已经数过了 狗我也已经数过了 睡不着 要不你换种动物 对 你会这样回答 总而言之你不会去对吧 我不会去 但是我不会拒绝跟他沟通 如果多了的话 我觉得我会跟他直接说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白天 他问你有没有空 你是一定会说有空 我会去 我一定会说有空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你看这就是出国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对话方式 非常理性 非常成熟 非常得体 我觉得如果是我问我同事 不管什么时候 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 我有事的话 我可能会想问他 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 这个时候我心里期待得到的回复 就是有空 那就是多满意的了 对 我也是这样子的 来 再进一步问一问题 你在汇丰银行的高级审计师工作的具体内容 大概是几块 我的工作内容呢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跟各个不同的业务部门接触 然后我们去读懂他的那个业务流程 然后呢 我们去分析他现在的业务流程里面 可以变得更好的地方 或者说有什么风险点 比如说哪个业务部门 比如说我们会看风控部门 就是因为风控部门会去看 就是会去测试风险测试前线业务 看他们的那个风险控制怎么样 但是我们呢 是去审风控部门 看他们测试的那个方法 或者说测试的结果 是不是准确的 我们会提出意见 然后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效 好 你这个问题来了 我就接着你这个问题往下面问 你应聘的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咨询 就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其实很多 它是不是你想象到说 那么正规你要去审计它怎么样 对吧 如果它要完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 它可能就是会计事务所就进入了 可能就走上了上市通道了 那可能它还面临着一些 可能还有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 那你不但是要审计 你不但是要为它提出问题 而是要帮它解决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那 就是我在那个职位审计的时候 我也会跟着业务部门 去跟踪他们实施的那个效果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国内的企业你又不了解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重要的是 你能说你能做这个事情呢 你能明确再明确一下 你求职的岗位的意向吗 我有点听糊涂了 你是解决企业的财务问题的咨询 还是其他方面的咨询 我希望的是比较在管理运营上的 我们不要泛泛而谈 你选择一家企业说 你想去哪个岗位 能干什么 比如说我知道 熊九公司的话 它是其实是有公 公司内部管理或者战略投资 这个方向的 我觉得我对这个方向很感兴趣 你去干什么 你去咨询所谓的战略投资吗 对 这跟你以前干的活可不一样 是的 我只要不一样 再加上你了解国内目前的投资氛围 和投资领域吗 所以我就想找到一个学习的地方 所以你放下你的身段 要三万块钱的薪资 是想进行一个岗位置换 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不做完全原来的银行的那部分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我想试一些新的 所以她自己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确定 她是一个成熟的应聘者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但在职业规划上 坦率说至少在台上 她表现的还不是非常坚决 但她也是希望 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 能有更多的人给她建议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策略 大家考虑一下 来 第二轮选的薛火灵 只留下一盏灯 直接进入 谈前不算赶紧 就是我们就在找你这样的人 就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岗位 其实就是我想象的那个人 但是可能就是你目前的话 你还达不到 但是我们公司确实想用你 所以说就是给你留了灯 然后我给你的职位是董事长助理 你的助理吗 对对对 我的助理 薪资 薪资我给你底薪给到一万五 因为不能给你给到太多 因为你确确实实在国内 还是需要有很多的经验 西北 我也想在这边给一个确告 当然去这个张总那也是一种选择 但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路 对你来说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我觉得其实对你来说 更适合你的就是背景 以及你的性格的一条路 可能是你在中国做一些投行的 投资类的一些 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 他应该在我们这种企业里面 就泡一下 这更接地气嘛 我没有否认 我只是想说 你走到那条路 我都说了 我并没有否定这条路 我说是一条 是一种选择 对 但那条选择 对你第二条路来说 是一条不归路 就是你很难再回到第二条 第二条是你在 无论是在百度 腾讯 这样的战略投资部 还是在一些投资银行 他们都有几百亿的基金 其实你更适合在这里边去做 包括一些IDG 红杉 中国 他们都会很需要 很好很喜欢你这样背景的人 我觉得在张总这边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你会获得 这个提升速度比较快的机会 因为那里边的竞争 其他的人可能比你会弱一点 而你可能又能跟张总沟通的比较多 对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同样风险也很大 我赞同李浩阳 对 我也赞同李浩阳说的 我在两年前也招过一个我的董事长助理在这里 现在还在 而且做得非常好 也是从国外回来的 当时我记得现场所有的人都不看好 没有一个看好的 就觉得跟着这个土豹子去肯定不行的 他们觉得 就因为什么他觉得他是 谁说你是土豹子 这是当时 谁说的 当时 他说的太正确了 因为他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但是恰恰是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中小企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所以我也愿意培养你 愿意把我的公司 就是很多的投资的方向 给我们来共同来分享来探讨 好了 让他自己考虑 10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好 熊九集团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其实这个机会你真的不应该错过 你被他们误导 我们熊上网现在也在走上市的通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辅导 各方面的辅导已经在辅导我们 这我这个人就是上台 我不懂我就去 没事没事没事 你们台下还可以再谈 既然扎根下来 是 就好好干 再见 谢谢你 在场的专家给的意见 非常的诚恳 我觉得我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我要不要做一个职位 跟行业方向的双 就是双转型吧